那在影片開始前呢 還沒訂閱記得按訂閱打開小鈴鐺 這樣才可以知道什麼時候上新片跟什麼時候直播喔 大家好我是花之丸 今天的影片呢跟以往的影片比較不一樣 以往都是出我們什麼妖精的教學影片啊 或是心得 那今天要討論的是天堂W最具爭議的問題 那就是呢 工商的實況主到底有沒有領工商賺的這個問題 那很多人都會在巴哈或是各大討論區啊 看到實況主領工商賺來處置 吸引更多觀眾來處這件事情 那我這邊先開門接探跟大家講 實況主絕對沒有領工商賺這件事情 基本上我加入YT大概有一年又一個月 那加入YT之前呢 我其實跟各位鄉民們的想法是一樣的 實況主一定會領工商賺 不然怎麼可能會砸這麼多錢玩一款遊戲 其實加入之後我認識很多實況主啊 或者是知道他們的營運手段之後就會知道 誒他們真的是沒有領工商賺 那為什麼他們會砸這麼多錢呢 我們就接下來的影片來告訴你們吧 那我們先簡單自我介紹一下 之前還沒加入YT的時候 我基本上在突襲做實況主 那做了有七年之久 一直到去年的八月份才來開始 來YT開始製作影片 那你們可能會說YT好不好賺 我只能跟大家說 起步超級痛苦 YT基本上你一定要有本金 你沒有本金你是沒辦法經營YT的 除非你有本事一炮而紅 否則你做YT基本上前三四個月絕對是虧錢 而且虧到爛掉那種 那為什麼呢 無疑就是你騙師的費用啊 然後跟你一開始絕對頻道是負成長的 就是說你的訂閱數不會跳很快啊 然後你根本就沒有任何收益這種問題 因為你還沒打開收益 你光是打開收益可能就要花快要一個月的時間 那打開之後呢 更不用講就是你的收益一定會負的 因為你騙師需要錢 那現在騙師的收費都是偏高的 所以一開始頻道絕對是負成長 這是我一開始要先介紹大家對YT最基本的認知 接下來要討論就是大家最好奇的YT到底怎麼賺錢 那我就直接把我的後台公佈給大家 如果以正常就是那個遊戲如果當紅之年的話 像冠高剛出的時候收益算高 然後到後來今年的六月有在水轉長高一次 因為一週年的關係 所以再度收益有拉起來 那我給大家看一下 假設我們以冠高六月份一週年就是蠻紅的時候 那時候一支影片大概一萬觀看 可以賺大概30.9美金 那這個就是算美金大概就是台幣快一千塊 單支一萬觀看的影片大概有 我們的一千塊的收益 那你覺得這很高嗎 如果你跟騙師費相抵掉的話 一支騙 搞不好如果那個騙師的費用是貴 你還會虧錢 那如果你是請一千元以內的騙師 那才有回本的空間 或者是你自己手工來撿 否則你撿一支騙就是虧錢 撿一支騙就是虧錢 那你覺得一支騙一千塊賺嗎 我跟你講 YT是這樣的 它不是說你這個流量到了 你就有多少錢 例如說我現在一萬一千觀看 那我就一定拿到三十美元 不 它會看那個遊戲現在的流量高不高 我們以現在的廣告來講 八月的廣告長這個樣子 一萬七千觀看 你只拿到五點九十美金 為什麼 YT的賺錢方式說 這個遊戲現階段有多少人玩 那它才會願意在這個頻道 要投入多少的錢給你拿廣告費 所以不見得你油量高你就會有收益 所以我們拿這個影片來講 八月份 那我們再看十月份 更慘 廣告人氣下跌的時候 你一萬一千觀看 你只有兩塊美金 你們懂這個邏輯嗎 所以 你一個YT實況的最痛苦就是 你經營好一款遊戲之後 你不一定那款遊戲可以撐到底 除非那款遊戲一直都很多人在玩 否則你做YT就會一直虧錢一直虧錢 所以你要不斷的轉換跑道 那就是我為什麼近期也有開始做天堂W頻道的原因 那我們再來看 廣告十月份 就算你是兩萬一千觀看的影片 你的收益只有七點七九美金 就是兩百一十塊 那你覺得片師會不只兩百一十塊嗎 基本上就是你做一部片就是虧一部錢 那看到這邊一定很多人會有疑惑 哎呀張YT要怎麼賺錢 如果這個遊戲在當紅的時候 那收益是非常可觀的 我們拿那時候 廣告最紅的時候 六月初的時候 一部影片四萬七的觀看 它會有134的收益 就是說那個遊戲當紅的時候 廣告商願意炸 那流量也夠的時候 你的收益是很高的 你是絕對可以回來成本的 即便你 例如這樣好了 你一開始創頻道一定是虧錢 但是中途這個遊戲的流量上來 那你就會賺錢 那你這些賺的錢 能不能把原本輸掉的錢 再賺回來是一回事 基本上就是利用這個流量 來讓自己的那個成本去回本 就跟你買礦機是一樣的道理 你把礦機組完 就是挖礦 你把礦機組完 組完之後你一開始絕對是虧錢 那你什麼時候能回收這個成本 這個重點 那YT大概就是這種概念 你什麼時候能回收這個成本 是個未知數 而且還不定能回 那這是最基本的 那 YT怎麼賺錢呢 除了這種一般影片的流量方式 我們稍微小畫家為大家計算一下 假設你現在是2萬訂閱的YT 假設我是做假設 然後你現在接到一檔遊戲工商 而基本上現在遊戲的工商 他不是看你的影片流量 例如說我的YT頻道 整片流量都是5千觀看 他不會教你 他會看你的是什麼 他要看你的是你的訂閱數 所以為什麼那些實況主 願意在一款新遊戲上砸錢 就是因為這樣 我們給大家看剛剛的畫面 剛剛的畫面是長這樣的 我們的冠高在我們的8月份 一支影片訂閱加10有沒有 然後一支影片訂閱加4 十月的影片訂閱加22 那當紅之年一支影片 可以加到82的訂閱數 有看到嗎 這是我可以給你們看的數據 那在這之外呢 我們講到剛剛的那個 訂閱的問題 2萬訂閱假設 我今天收一款遊戲的工商好了 費用是5千 假設是5千 2萬訂閱可以賺5千塊 但是如果我今天是3萬訂閱的話 我可能可以跟廠商喊到1萬塊 我可以跟廠商喊個1萬塊之類的 那廠商基本上不看流量 他只看訂閱數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他們比較在乎的是訂閱數 所以廠商找你的時候 會依照訂閱數 不會依照你的流量 因為你沒有訂閱數 廠商是找不到你的 那找不到你就自然不會關你有沒有流量 所以基本上 實況主要拿工商 基本上看訂閱數 那流量這種東西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要看那個遊戲 YT給不給你錢賺 所以流量這種東西 是沒辦法掛保證的收入 只有工商這種東西是固定的收入 那問題來了 為什麼那麼多人會想要在天堂雜錢 最近我還有上天堂的影片 天堂的收益就很可觀 給大家看 一部影片1.5萬觀看 他居然會有48.19的美金收益 為什麼會這樣 就是我剛剛講的 一個遊戲當哄的時候 廣告商願意雜廣告到你的頻道 這就是茶集 而且你們可以看到 在一個新的影片的系列出來之後 你看一部影片可以加到150個訂閱數 你們懂意思嗎 那我們再看第二部 我們最近上的 就是妖精的煉功地點 他14000觀看 也會有48美金 這就是最大的差別 然後訂閱數 甚至一部影片可以加到273 這就是我今天要討論的問題 實況主到底有沒有領工商賺這件事情 不可能 為什麼 因為他們這樣砸錢 效益是什麼 他們可以賺這個工商的費用 把自己的價碼拉高是一個點 第二個點是我們剛剛講的那個流量問題 你們自己看那些有在砸錢 砸大量錢的實況主 我只要一萬觀看 一萬一觀看好了 一萬四觀看 就有快要1500的收益 大家有看到 大概1500的收益 那何況是那些砸錢之後那個流量的可觀度 你說會回本嗎 他們砸的錢絕對不會回本 但是他們可以利用什麼 他們砸這些錢會帶來什麼 帶來他們的新的觀眾群 新的觀眾群帶動訂閱數 我們就以一些實況主來講 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些實況主 可能以前在玩RO就有在看到 然後哪些人大家都知道 可能在玩RO的時候 他們就開始出來砸錢 那可能本來頻道只有2萬 然後他們就只喊這個價格 但是砸完錢之後 可能增長到4萬 那現在天堂出了 他就可以以4萬訂閱 再去喊這個價格 你們懂意思嗎 所以其實實況 我覺得只要去錢棍錢 那到底能不能回收到成本 這很難的時候 真的不能掛保證 那他們願意去砸錢 是他們真的有本事 那起初我跟大家都是一樣 欸欸欸工商費 可是一直到小許 然後他有出一部 神魔的影片 直接打臉鄉民 他直接把他後台收益公開 一個月他就是能賺100萬 就是能賺100萬台幣 所以這種東西 你一定要先知道 YT的影音才知道 別人為什麼願意這樣砸自己頻道錢 一他一定要有本錢去砸 二他還要覺得這個能回收他的成本 那大家應該都懂 為什麼實況主這樣敢砸錢 更何況我是親眼目睹 這些實況主去怎麼儲值的 我跟你講真的不誇張 你如果還沒認識這些人 你會覺得欸工商賺 但是你如果真的看過的話 我們一般玩家可能花30分鐘在抽卡 這些實況主 他們是花30分鐘在儲值 因為他們一儲就是50單 100單 他們就是願意這樣去儲值 然後來經營自己的YT頻道 那相信大家如果看這個小畫家 應該懂得在講的道理 他砸錢換來是什麼 砸錢的影片 有影片的流量觀看跟效益在 那再來會帶來新的客群 新的客群帶動自己的訂閱數 會把自己的訂閱拉高 訂閱拉高就能跟廠商喊更好的價碼去工商 所以 越高訂閱數的實況主 接的錢一定是越多的 所以說 你說他們有接工商賺嗎 真的沒有 他們就是 例如說他們廠商發給他們100萬好了 100萬 那他們可以拿這100萬 有的人可以100萬全砸去經營頻道 有些人可以拿100萬怎樣 可以砸個50萬就好了 那這樣造成什麼結果 他還是賺50萬 那賺50萬之後呢 他這50萬又可以帶來這個流量 跟這個訂閱數 那訂閱數又可以去喊價格 那就看他們要長期經營還短期經營 短期經營可能就100萬收了 有人就留了 連儲值都不儲值 那有可能100萬 因為花個50萬 或者是花個100萬剛好抵銷掉 那抵銷你說是虧嗎 不虧 因為你100萬抵銷後 你可以靠著影片流量 跟這個訂閱數再把那個成本拿回來 那再來有個問題 有些人更瘋 真的是更瘋 就是他可能賺100萬 但是他自己花200萬來砸 這種就是更瘋的 這種人是誰 大家應該都知道是誰 這種人就是更瘋的 像是讓我看那種小許 那些人 我腦爹那些 儲很多的 基本上都是用自己的錢去砸成本 但這些是本來本金就高的人 才可以這樣做 所以說實況主有領工商鑽嗎 我認為完全沒有 如果大家看到這些圖片 跟這個後台的數據 大家會比較瞭解 這件事情 就是工商鑽這件事情 絕對是沒有的 絕對是那種 虛有的一個架構 你知道嗎 就是鄉民們在那邊嘴砲 欸誰有領工商鑽 簡直就是騙別人的 那我覺得說 這些鄉民應該要先懂這個 YT基本的營運手段就會知道了 真的沒有連工商賺這種東西 是真的自己見識太淺了 最後我想跟大家說 我的天堂WM是沒有接任何工商的 那我現在已經出了12萬 那為什麼會想要在這個區域 除這麼多很簡單 一是為了經營自己的YT 二來是這遊戲我本來就很有愛了 原因是因為我之前玩天堂2M的時候 本來就想儲值了 但是我思考很久 掙扎很久 一個月後真的想儲的時候才發現 這個時候儲已經有點浪費錢 就是有儲跟沒儲一樣 所以這款天堂W儲值之後 它的畫風其實我很喜歡 那玩法我也覺得比2M好很多 所以我就想花多一點錢來玩這遊戲 尤其順便投資一下自己的YT 那基本上我覺得大家YT的想法 都是長這個樣子 沒有大家說的什麼工商賺的問題 那以上的影片就是我自己 對工商賺的理性討論 那希望大家看完 就對這個東西有一定量的認知 謝謝大家今天觀看喔 我先把蠅買一家的食材 我先放下小時 我現在放好比4M 現在換了你的 我先放在這個地方 我先放在這個地方 但怎麼放在這個地方 我來你煮鬼